最近我在翻看朋友圈的时候啊 从缆中的工作人员朋友圈中啊 发现了一款疑似新款自有炮的房车 看似两款车是长得非常的相同 但其实仔细观看可以看到啊 左侧的这款车呢 它前侧的车窗是小窗户 后侧的窗户是大窗户 而右侧这款是我们现在的自有炮房车 根据我个人的猜测呢 左边这辆车呢 大概率呢是一款新型的房车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想去咨询咨询 他们的工作人员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喂 您好 您好 是安总吗 对 您好 我最近从咱们这个朋友圈看到了一张一次 新款的长城报的房车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张图是咱们的效果图 还是真实的图片呢 这个图片是真实的 不是一个效果图 图片中右侧的这款车是咱们现在的这个 自由炮房车 它和左侧的这个车的其实窗户的大小和尺寸呢 其实都不太一样这个布局 那这款车是不是咱们的最新车型呢 这个车现在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实质车辆 哦 实质车辆是吧 对 这个车辆现在是已经下线了 我们正在做一些测试 哦 对 至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 或者什么样的车型 现在还没办法能确定透露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测试的阶段了 哦 那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 也就会和我们大家正式见面了 对吧 哦 对的 对的 好嘞 好嘞 行 那特别感谢您在摆帮之中跟我们解答问题 刚才我们也咨询了懒众的工作人员 答案是非常的肯定的 它确实是一款最新的车型 那么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大胆的猜想一下里面的布局 根据它这个车窗的设计啊 非常像之前懒众发布的C7C这个车型 前方呢是一个小窗户 它匹配的应该是一个前置的卫浴室 后侧的大窗户呢 匹配的应该是一个大型的会客厅 那我个人觉得它内部的设计应该是 类似于U型沙发的这样一个设计 这样的设计呢 其实一个在平时会客的时候呢 可以多接纳几个人 同时在晚上变床的时候呢 它的尺寸呢也能够更大一些 这款车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也期待一下如果后续有跟进的报道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讲解